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 让独立媒体可以做更多的报导 做更深入的讨论 在台湾或在世界各国 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在观看这个影集 或是看电视的习惯已经慢慢的改变了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所谓的串流平台的出现 不管是这个Neveret 或是DIS Plus 或是像台湾的 MOD 等等串流平台的出现 它事实上不只改变了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观看电视的习惯 它其实也影响到了这个影视工作者 他们的分论以及他们的工作权益 那特别是在今年呢 除了这个Neveret这样的一个影响之外 今年AI越来越成熟 包括GPD的出现 也影响很多的创作者 他想说以后就交给GPD写就好了 那会不会老板就不要用我的这个剧本来写 来使用呢 所以在今年5月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这个剧作家协会WGA 他们其实就开始发起了罢工 这个罢工一直到现在 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仍然在进行 而在上个月在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工会组织 这个美国演员工会 这个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呢 也加入了这一场罢工的行动 那当然从一个观众 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你罢工那你不拍片 那我到底要看什么 可是如果没有好的这个制作环境 好的这个影视环境 来让这些演员 或是编剧这些创作者 能够有合理的条件 那么我们恐怕也还真的没有办法看到 一些好的作品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从好莱坞的罢工 这个事件来跟大家做相关的这个讨论 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 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助理教授 张石健 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突然间叫我管老师 你很不习惯 叫学长 叫学长 对 毕竟我们每天都要见面 接下来要开学 就常常各位见面 好那我们知道那个张老师其实长期 张老师以前是念这个有关于商管 商管经济 然后他一直对于这个演员的 这个应该说整个影视产制跟劳动权 一直非常非常关注 所以今天特别找张老师找石健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 所以我想一开始是不是 请这个石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罢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简单的历程 还有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那这一次的罢工跟过去的好莱坞的一些罢工 什么不一样 好啊 简单讲的话应该是 我们先从那个演员工会最近的罢工 应该是有最直接的影响 就观众看到的 就是像是那个奥本海默 大家都知道要上的时候 那诺兰本来是带着演员一起上 上到一半演员就站起来走掉这样 因为就罢工开始 那演员工会是7月中开始罢工 那那个 最更早一点就刚才官老师提到 编居工会是5月就开始 那 你如果就观众的角度看的话 演员他是荧幕上我们看得见的 所以他一罢工马上就制作马上开天窗 好那编居工会的罢工就是 也许我们还没有没有那么立即的影响 那不过这两个工会的罢工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就是说 他们认为就是 我们现在 你从事演艺工作的 不管是编剧还是演员 如果在美国的话 就是你每一次作品的放映 就是只要你放映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收入 播到曾经参与这个制作的工作者的互同里 然后那个部分就是刚才管老师讲的 叫分润 那 在他们的那个 谈的过程叫residual 就是重映费 对重映费 那 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 那这个重映费是不是可以争取要更多一点 然后随着像 比如说通货膨胀 那 随着像是 那个 像 这几年像是 疫情的影响 然后对大家的收入都有很大的 算 伤害吧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到了一个换约的时候 然后 就是要谈说那个重映费来增加 是主要的诉求 这样 对 所以这个重映费在台湾 其实比较少听到嘛 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一个买断 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 编剧一个灯光是一个化妆师 你就是那次的付出你的劳力 然后你的作品可被买断 然后就没了 可是在美国他们其实上是有 每波一次这些工作人员 福报演员都可以拿到这种重映费 对 然后所以这个比例是用谈的 谈出来的这样 然后 那当然是 是他们的工会去谈的 对工会去谈的 然后只要你是工会的会员 那 谈起来就会有一个叫基本协约 就是团体协约里面的基本 保障的一个最低的数额 那当然你个别的工作者没事谈 人有分大牌小牌嘛 编剧有分就是 就是重量级编剧跟 比如说比较菜鸟的编剧 可是如果你去接一个案子 那 你谈回来的合约就是从这个底数往上谈 这样 对往上谈 那再怎么样你都会有那个底数的保障 只要你是会员就会有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入会呢 这个很有趣的是 在美国的话基本上 你只要从事演艺工作 你应该都要是会员 那 就不管你是在演艺工作的 哪一个工作的类型当中 都应该是会员 对 那如果你是职方那一端的话 他们也有一个 算是一个强制的规定就是 你不能聘用 或是你不能跟非会员的人 谈工作合约这样 对 然后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叫做 我们说叫closed shop 就是叫封闭的 这种合约关系 对就不能跟非会员的人谈这样 对所以在这个很强力的状态下面 变成只要工会出来谈 所以他一定可以谈到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保障的状态 然后所以他们也很强的势力 就是我要罢工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资方你的工作 就会全部停摆 因为你找不到人可以开工这样 对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以这次的例子 是因为你刚刚谈到说这些合约 或是这些规则每隔几年 就会重新的谈判一次 那不过最近这几年 可能包括你提到的疫情的影响 或是通货膨胀 甚至我们在一开始谈到 像这些串流平台的出现 使得他们觉得自己的收入 其实相对之下是减少了 会被剥削的 或是不足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来做 这样的一种一种谈判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 美国的好莱坞工会 好像每隔几年 都会有类似的罢工的行动出现吗 这个要看他们有没有 就是在换约的过程顺不顺利 然后像这次的罢工 在演员工会 这部分就是说已经 好几年 好几十年 上一次应该是 好像是6年 还70年代那一次 然后当然罢工的主要的 诉求也是那一个重印费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每次 主要的题目都是重印费 如何分这样 那 因为那一个谈法 只要谈下去 就是每隔几年换一次约 那如果谈得不顺利就来罢工 那你看就 这么久以来 如果演员工会这个部分 是很久没有罢工了 那就是 因为就这一次 有新的事件发生了 那就是刚才管老师 特别提的那个串流的部分 那这个是 过去没有的一个新的 很重要的一个 整个产业的改变 所以 然后 演员工会跟编剧工会 都在这个部分 真的是没有罢工不行了 因为资方找到一个新的方式 可以逃开过去的规定 这不然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跟大家谈 不过我还是要在工会部分 再多做一些讨论 就是因为 演艺工会对台湾来讲 相对是一个比较陌生的 我们甚至可能 要这些什么编剧工会 可能也不 好像不存在吧 在台湾 编剧工会 我们会有一个大的叫 有一些创作者的工会 对 大的 那如果说叫编剧 专属编剧 会有一个叫 会有类似协会的 那可是他有说 有相当于美国 那个规格的工会 应该是还没有这样的 对的确 的确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工会 刚刚谈到说 几乎每个人都要参加 那在台湾 其实我们谈到演艺工会 都会谈到是这个 对于资深的演员 艺人的一些办办活动啊 或者是谢谢他们为台湾的 影视产业的努力 可是在于谈到这个 罢工 或者是这些所谓跟资方的 这种协商的例子 其实不太多 我记得好像很早以前 杨光有好像有类似的 这样一个做法 后来就相对比较少干到 那在美国加入这些 各式各样的演艺工会 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对这些影视的创作者 会有什么样的保障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权益 争取的协助吗 这个 这个 我们当然要先回到 刚才管老师特别提 从事演艺工作 这一个行业的特殊性是 我们没有说他应该要这样 可是他可能 普遍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没有终身聘雇制 那你跟你去 我都会上课 有时候会跟同学讲 以后你的工作 跟在银行上班 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你是一个案子 有案子做的时候有钱 那案子结束之后 你就没钱这样 不过这个是台湾的状况 那在美国 你如果要从事这一行的话 你会发现 有案子才有钱 没案子就没钱的状况 你会很难 你连活下去都会有困难 对所以 美国的工会在很早 他们就发展出 所谓的重印费的这个 制度的设计 就是 就算我还现在 没有在执行一个案子 对可是 因为我的作品有被播放 所以我就会 有一部分的收入会进来 那这个对整个行业的 就从事演艺工作 不管是编剧还是演员 你都可以维持一个 比较健康的 工作的状态 那你叫说 对你的创作的长期来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对 那所以 刚才关老师特别提 你如果要加入工会的话 首先 那个跟 没有工会的状态 就 呃 我们在台湾会看见 就是你如果从事演艺工作 你很辛苦的 那以美国的这个做法的话 就会相对有保障 那 我也蛮常提一个例子 台湾的工作者 跟美国工作者 有机会遇到一起的时候 你常常会看到 台湾工作者有个感叹 就是美国的工作者时间一到就下班 嗯 然后 也不会被拗说 就是做那个所谓的分 分内之外的事情 那在台湾就是都没在管的 嗯 然后像公安的 劳安的保障啊 血案的各种状态啊 好 如果说要加入工会有什么好处 那 我觉得从台湾的工作者 跟美国人合作的时候 他可以立即感受到那个好处就是 我怎么那么惨 啊 为什么人家那么爽 这样 薪水又高 又早下班 然后各种的 那个 福利的保障 各种规定都非常的充分 这样 对啊 那我怎么都没有 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最大的差别 有工会跟没工会的差别 嗯 这一次的这个 抗争或是罢工的原因 其实有好几项 那其中一下是跟所谓的 Neveret这些串流平台的 越来越普及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刚刚也刚刚谈到说 这个因为他的分论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可不可以请这个张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他跟过去的这种 所谓的电视 传统的电视产业 或是电影的这种产业的 分论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Neveret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这个 这个喔 这个是 这个问题很复杂 不过曾经有学者有提一个 比较简单理解的方式 Netflix他首先是一个新的串流平台 然后他有个特色是 他很多剧是自制 嗯 然后过去 我们现在看见 不管是美剧 还是说好莱坞电影 电影的话大概比较没有真例 因为就是一部片结束之后 他的每一次放映都会 有那个授权的 一次一次的那个过程 所以在 演艺工作者跟你的制作方 第一次谈合约的时候 就会直接规定说 你只要发生了授权 拨印这个事情 那你的授权费有一部分 就直接给我这样 那个就直接写在合约里 所以现在关键是大于说 你的每一次授权的那一次如何计算 那Netflix他的具是自制 所以就等于是 他跟你做完这一次的 就是拍摄的工作之后呢 他后面的放映 到底那个授权要怎么算呢 嗯 过去是制作方 他授权给播映方 不管是各种通路 还是说海外的版权的 的买卖交易这样 那个就 只要你交易就会发生了 那一个叫从映费的播补 对 那Netflix他跟你 谈完这一次之后 他在那边放 10次 20次 然后按着他的演算 那不就回到跟台湾很像的状况 对就很像 就是一个买断的情况 对 他大概合约也会跟你签买断 可是实际上他 他没办法签买断的合约 对因为他如果要跟工会的会员做的话 他就还是会有那个 重映费的设计 那变成是他说我没有授权 这个是我的具 我在我的平台上放 我没有授权的问题 那我如果要 那对工会来讲 那我当然知道你在装傻 因为你确实又再播了一次这样 那所以请你交出你的播映次数 然后Netflix他一直拒绝 所以就变成是 就工会这一方也没有资料可以跟他谈 那Netflix这个平台 他在全世界各个地 这几年开始有所谓 规管的呼声起来的时候 这个部分一直是个黑盒子 那不管从政府的角度 从工作者的角度 这些资料 对这种新的创流平台来讲 都叫商业机密这样 然后我们也没有集合的方法知道 所以这才会是这一次 比如说工会 Netflix他已经长成这么大了 然后你会发现 大量的内容在上面放映 我的创作的心血 明明就跟过去一样被观众看见了 可是我的收入怎么 怎么不会变得更多呢 实际上面是变得更少了这样 对 对 这会让我感到一个 想要做多一个问题 就是Netflix跟这些 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例如说 一种是属于我自己自制 所以就是我自己投资 但是他在其他国家 他不一定有自己的公司 不一定有自己的制作公司 他可能会去找别人为制 那所以他的跟这些所谓的创作者之间 或是跟当地的公司之间 他们的合约关系有哪几种类型 那这种不同的合约关系 会不会也会影响到分论上面的差别 有喔 这个在好莱坞 像演员工会在197几年 196几年那一次大的罢工 跟更早在好莱坞 在195几年的时候 就有好几次那种大的 工人跟制作方的这种争议 他的一个重点就是 制作方把我的剧搬到 没有工会规范的那些国家去拍 他只要搬过去 他概念上叫取代 就说好你这些工人很会嘛 你每次就在那边跟我闹 就是跟我闹那些分论费 我就找那些不会闹的工人来取代你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老的问题 那Netflix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 这种所谓的本地制作 他确实也用新的方式来 操作一次这个老的办法 就是取代好莱坞工人这样 所以刚才管老师特别提说 如果他在世界各地的制作的方式 我们虽然说叫自制 实际上他不真的从事制作的细节 那还是找当地的制作公司做 那Netflix是出全资的 他大部分就是全资 又或是占有大部分资金 然后他就会说那个叫自制剧这样 对 那所以像这样的状态 只要当地没有工会跟他谈的 又或是所谓制作方 我是一个制作公司跟他谈 谈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人来做 那后面衍生的那些所谓各种 好莱坞工人该有的各种保障 那通常 大部分状态就会差过 好莱坞工人的状态这样 对 因为全世界我们看到 你有相当工会规格的 然后有像好莱坞工会这么有 这么有力量的 应该是绝无仅有 对 所以对自方来讲 他就可以把制作移到海外去 对 对这个是一个操作很久的办法 那在美国内部 都是Netflix自己投资 在美国内部 就如果美国内部也是出现 我是伟制 然后伟制 那是你跟你的伟制公司的事情 那我就是跟你谈合约 那我如果没有谈合约 那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再回到那个影视产业 其实像我们知道像是福斯 或是像迪士尼 或是像帕拉蒙这种 他们都是主要都是出资 那制作方都会有另外的 制作公司来承拦这样 那所以 绝大部分的案子都叫尾制这样 那所谓的纯自制 你要看到所谓的这种出资方 他涉足制作到多少程度这样 那Netflix他对 刚才管老师提到一个 特别新的状态是 他有演算法 然后他有用户的资料 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说 过去在制作的这个细节上面 他在市场上面的反应 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 所以他对制作的干预跟 涉入的状况 确实也比过去要 对 我们不要说来得更深 可是他确实他也有更多要求吧 对 所以对编剧的 又是各种创作的所谓的自主性来讲 这个年代有了演算法这个年代 跟过去我们说乱枪打鸟的那个年代 应该是不可同日而喻 对确实是 你是说在现在有演算法这个状态 底下编剧的自主性是更低的 对 然后所以就牵扯到 这是罢工的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关老师提到的那个 AI的那个部分这样 对 是这样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来 再请教张老师 因为其实在美国的这个 编剧工会也做了一个统计 有提到说这个 越来他们的工作 这个所谓的薪资的中卫数字越来越低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跟这个串流平台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当然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美国的编剧工会 或是演员工会的罢工 一部分是来自于 跟Netflix等等的串流平台有关 另外一部分也是 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 跟AI的出现 这AI 可能包括了 刚刚谈到ChairGPD的这个写作 另外他们其实也要去 把零远的肖像权 然后要把它抓下来 然后把它影像抓下来 然后持续的去用原来抓下来的东西 就是演示一下 一次的这种所谓的授权 然后不断的再复制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 参谈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参谈时光会客室 石油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制造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之后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热闹 还能够看到它背后的结构性的因素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这些独立媒体可以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深度的报导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聊的是 在好莱坞发生的 这个编剧工会跟演员工会的大罢工 那这也是好莱坞史上最大的 一场的罢工的行动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助理教授 张时健 时健老师好 大家好 谢谢时健在前一段的跟我们分析 这个Netflix 跟这个所谓的罢工这件事情的一些关系 那我这边有一个数字 就根据美国编剧工会的统计 这个好莱坞巨座人 目前的平均的这个周星的中位数 比起10年前它少了4%左右 那如果把这个通膨的指数换算之后 实际薪资水准的下滑幅度更高 高达到23% 那在所有的编剧当中 只有49%的能够领到工会约定 你刚刚谈到的最低的基本工资 那领最低基本工资的比例 也比10年前多了16% 那在业内最基层通常是年轻人 或出道的这个特约编剧 这大概是一般也会普遍的这种状况 只领到的最低工资高达到98% 那比10年前还要多出来12%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 就是好像这个串流平台出现 那整个影视产业是一个大幅的膨胀跟发达 特别是他们愿意在很多国家 像Netflix或是包括迪士尼也是 他们到不同国家去做更多的投资 那到台湾也有投资 到韩国投资更多 可是感觉这个产业应该是越蓬勃发展才对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数字 就是你是产业在蓬勃发展的 那可是在它编剧拿到的钱 相对之下可能是比以前低 就是不足这个中位数的 这个最低的标准 管老师刚才特别提到像是 那个编剧的中位数 薪资中位数的降低嘛 那中位数的在统计上面的意思是 有一半的人比这个数字少 一半的人比这个数字多 那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我们如果直接讲我的理解的话 不管是演员工会还是编剧工会 这次大工的 这两个最主要的工会的会员数 在这一个十年里面都有了 很惊人的成长这样 然后这个在 就投入这个产业的人增加 对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如果以这个产业的性质 就是你得入会才可以有工作做的话 那就是符合刚才管老师讲的 这一个十年里面 比如说影视产业的大爆发 那串流平台进来之后 那又更是如火如荼嘛 那世界市场的整个开拓的 比如说中国市场的状况这样 那理论上讲 应该是大家要过得很滋润才对 那可是如果就工作者本身来讲 是不是就是我看到市场 这么蓬勃发展 那为什么我的生活没有更好 那因为这会出现 看起来就是一个贫富不均嘛 对不对 就是越大牌的编剧 它领的钱 因为这个投资起来 目前这样子简单的看 因为这个投资增加 它领的更高 所以它才会让这个中位数 出现这种状况 有有有 这个有对这个 我觉得这应该是 刚才管老师讲的 应该是一个主要的解释 就是 市场的扩大 那它最主要的受益者 应该会是顶端的人 那这个产业它有个 应该是大家都 看见也可以明白啦 就是光鲜亮丽的明星 然后又是大牌的制作人 又是编剧 那他们当然是 最主要的受益者 而且他们的薪水是 就是用几倍 几十倍几百倍的方式 去相对于那个刚入行 如果是一般人 那我们可以特别提一个是 那个演员工会的主席 他在最近的访问 他有特别提一个是 美国的演员在他们的会员里面 有百分之八十六 就是你看将近九成的人 他的薪水是 让他没有办法在家中活下去的 就是一个很低的薪水 他们都得要接到第二第三份 跟演员工作无关的其他工作 这其实在韩国也有类似的事情 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如果演员是一个这么大的家庭 这么多的人他们是等着 有演出机会 在可以上进这样 那他们在等这个状态 实际上面是 你平均来看他是很难 很难用那个薪水就活下来 那编剧那个部分其实也是 那我们会刚才看见 王老师特别提说 那一个中位数的下降 就资方来讲 他们确实采取一种策略是 我欢迎你进来 就是成为一个被选的 就你可以等 你在那边等 就让他铺的变很大 对 你随时会有出头天的机会 对 然后你尽量写 我们很欢迎你东西写给我这样 可是你写来我要不要用再说 对啊 等到我确定我要用的时候 你的合约才开始 对 那当然是你会有试血的部分 那个是合约已经开始了 可是在所有的工会会员 他们在真的进入到合约开始前 的那一个准备的状态 他都还是会员 那他的 如果大量的人 他都进到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说 这一个十年里面 那个会员数量的成长 这个事情 我们在数字上 会看见那一个 中位数在往下掉的状况 这样 那不过那个 他可以跟那个市场的同波发展 同时发生 那他中间的一个关键 大概就是这几年的平台 不是只有Netflix 还包括像YouTube 对 然后各种的YouTube 就自媒体 好 那你现在 随便上传一些 有一点品质的东西 你都得写一点 小的那个脚本 剧本之类的 那个如果在美国 你成为一个公司的话 基本上你的 编剧的那个工作 就已经开始 好 那你也有机会 又或者你会有资格 就可以入会这样 你如果愿意 如果进到像是那个 比如说制作公司的那个系统 如果是进到电视台 或是更大的话 更专业就是像我们说 电影的那个部分的话 对 然后我们如果把它想成叫一个 金字塔 不断往向走的一个过程 那那个底数的部分 是越来越大的 好 那我们会看到那一个 中位数往下拉的 那个结果这样 对 不过Netflix最近也出现一种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那个制作的形态 或是那波音的形态 转变 因为Netflix都是一种 影集式的维组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8级 12级 20级 可是过去可能是一种 肥皂具式的这种 所谓的影视的 产品的类型 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演艺人员 或者是包括这些基层的工作者 他可能长期都有一个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合约 或是一个保证 那但是变短的时候 然后你又是一种 by case 又是这种所谓的 这种短期的 这种聘雇的方式 事实上也可能会造成 很多人 大胆要去兼职 很多工作的原因吧 这会牵涉到就是Netflix 他对原来的这种制作型 他有没有取代的效果 假设我们现在说 肥皂具播的少了 然后都换成这种就是 影集的话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 这个说法 我觉得比较容易在台湾 听到 对 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位 台湾的编剧有讲 比如说如果在三立 做那一种 比较长寿的剧的话 听到 对 如果做到像这样的剧的话 那三立以前的做法 他就确实会用长期的合约 他会有一个编剧的一个工作组这样 然后他们就固定来 每天都会写一些东西这样 那就可以领月薪的方式进行 那Netflix那个部分就没有了 那不过我们现在确实会 有一种怀疑 就是Netflix的制作型态是 我们刚刚部分有谈到是买段 然后那个买段的部分 比较会是现在 演员跟编剧他们关心的部分 对 那是更短嘛 就是他级数又更短 对 级数又更短 那 那不过以 我们如果以影视产业来讲 那种长级数的剧种 其实在交易上面 其实比较不利 就是你可以在本地 通常他会受到本地观众的欢迎 可是你说 卖到海外 那个几百级这种卖法 其实不大好卖 所以我觉得对工作者来讲 确实相对两种 比如说两种工作形态 那他当然会觉得 Netflix的那一种 就是我要是却贫重选 他如果选我我很高兴 对 可是我就得担心 这部拍完之后下一部 对 下一部就有 然后你可能因为这部拍完 你下一部得到更好的这个合约有可能 对 有可能 对 所以Netflix在全球 在很多地方投资 事实上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不只是好莱坞的编剧在罢工 有部分跟这个Netflix有关 那一部分像韩国也开始出现这些演艺人员 或者是这些基层工作者 对于韩国的这个 对于这个不安 就是韩国的投资 Netflix在韩国投资这个五年有 这个四年有这25亿美元 这件事情很不安 因为他也会面临到他的劳动剥削的 这一种状况 他的收入恐怕也跟过去是有一些落差的 那我们回到在这次罢工当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AI的出现 那AI的出现 当然我们看到之前一开始的罢工是跟这个 ChatGPD的出现是有关 那很多的编剧很担心说 那我自己这个以后会不会被ChatGPD给取代 就是我若是老板 我若是这个一个投资者 我就反正可以编写就好了嘛 那干嘛找编剧呢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编剧这么容易被取代吗 我们如果看到这次 因为这个过程还在谈 然后编剧工会的诉求就是说 好我承认ChatGPD 这样类型的所谓叫人工智慧的编写 他现在确实是好用的工具 所以他就说 好我承认这个工具是可以用的 可是他被严格规范就是 他不可以被拿来当作是编剧合约里面的一个部分 什么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编剧的工作 他在整个生产过程里面他不会被取代 所以编剧的薪资跟编剧的工作条件 只能在编剧的工作范围里面去谈这样 对 然后 确GPD它生成的那样子所谓的叫剧本的东西 那个就是当作是一个机器的部分处理 那通常我们在外端会看说 那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这样意思是两边 可以切得那么清楚 那所以我们如果回到 刚才管老师问的 编剧的本身它到底有没有 我们说多用了AI之后 然后编剧的工作就会变少 那个就是叫做你多我少嘛 那现在的设计比较像是就是我用AI 可以来帮我把剧本写得更好 那也会有 WGA他现在目前的状况 他也承认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个别的编剧也开始使用 像是AI这样的工具 来帮他们做小的剧型段落的设计跟建议 比如说生产一个笑话给我 然后我就它的笑话再来改 这个确实就编剧实际的执行 他个人来讲他都已经会这样做 所以他等于是说进到 跟制作方的那一端呢 说是我的剧本交出去之后 他如果拿AI来改我的剧本 那改完那部分那个要算谁的 他可不可以从我交出去的那个剧本里面去 把我部分卡掉 他不是个纯粹取代跟不取代问题 是到底算谁的创作的问题 对有点像是我的剧本交给你之后 然后到最后他拍嘛 他到最后他拍 然后有一部分是用AI去改过好了 用他参考AI的做法去调整某些剧本的 某些情节这样 你可以改 可是你改完之后 你要不要说因为我改了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的薪水就变七成这样 他就说那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的 我已经完成我编剧的工作 那你拿机器去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你不能说因为这样子要 要扛我的工作的各种条件或福利这样 对 所以他就等于是说 AI它是个工具了 那大概就跟笔是个工具的意思是一样这样 可是你不能 因为我的创作经过你新的机器的改动 然后你就说我的部分要被你苛扣这样 对 除了这个ChatGPT之外 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后置的技术越来越强 电脑的绘制 AI的绘制的能力 事实上那种逆增性是更高的 所以在这次的抗议当中也有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 灵眼的肖像权的问题 对 其实它这个东西已经超过灵眼的可能性了 因为 对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演员 演员他的卖点就是他的脸 对 那个脸是 跟他用那个脸来做各种 故事的表现力跟张力 要靠他的脸这个事情 那 我们都可以想象 脸他很直前 然后他的身体的姿态 那个部分 很对演员的 对演员这个表演的本身来讲 他很直前这样 所以之方就会想办法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取代你这样 这个也很久 那所以我们如果回头去想说 一个演员被取代的方式 很多种 首先是替身 那以前的话会用动画 好 那现在就是刚才管老师提的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深层非常接近 演员他 真实的 对 所以是他的脸部的表情 他的肢体动作 对 前一阵子朱哥亮又复活了 对 拍了广告 复活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是 你要复制 那一个 有很直前的那个脸 大概技术上是可行的 所以演员工会这次的罢工 他们也非常积极在争取说 你的复制 你拿我的脸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你要算谁的这样 你钱是要付给工程师 付给转体公司 付给动画公司 还是要付给我 所以这个确实 尤其在他们这次合约的 就是换约的那个条件里面 就是你每一次用我的肖像 我都应该要得到一部分权力的分顺 或最少经过我的同意这样 对 那所以 刚刚管老师特别提到 像那个 那个 林演的那个部分 为什么林演会先 是因为 呃 制作公司他们 知道大牌的演员很难搞 嗯 所以我直接去复制大牌的脸 会出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先找 那种个别的 没有经纪公司背书的个别的演员小牌的 所以他首先是林演 那他不会自己画就好了吗 对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脸 那就回到一个问题是 演员的状态 到底能不能用画的 把它画出来这样 嗯 呃 以目前的技术 呃 动画师他可以画 就是一个 一个人的样子 无中生有到一个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人 画一个演员给你 可是 到现在的技术还没有成熟到 他看起来会跟真人一样 嗯 就看起来会怪怪的啦 嗯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应该都很习惯 像比如说 他 呃 游戏齁 就是那个所谓的 实境的游戏里面的 所有的角色都是画出来的 嗯 所以可是我们都会知道 那个画的背后 其实是有真人在演那些 动作 对那些角色的动作 然后连表情都要用那个 捕捉技术把它捕捉下来 捕捉下来之后 我们再用 那个软体去调整 然后跟复制跟做细节的各种 比如他遇到了 惊吓 他会出现惊吓的 表情 那你首先得有一个真人 先做一次给他来做调整 这样 对所以 呃我们可以想像是 呃 你如果 做一出戏 然后 然后你 领演的部分 或者是演员的部分 你找动画师把它画得很像真的这件事情 你不如找一个演员来做 那成本更高 应该会比较快这样 对 所以他的麻烦是 呃因为这个东西在那个 呃我之前写的篇文章有提 那个James Cameron 就是那个 那个 呃詹姆斯克麦隆 他 在做阿凡达的时候 他就有讲 我们已经可以把演员的脸 用捕捉的方式把他 就是大牌的明星 我们捕捉起来 然后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已经会先捕捉了 那他的好处是在 后面我们在做每一个镜头的选择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做得那么漂亮 以前的做法是找他来再做一次 嗯 哦啊你找那个 明星来再做一次 那个费用是很可观的 嗯 那我们现在是可以一次 先把他的 各种镜头先做起来之后 可以微调 所以我就不用每一次都找他来 嗯 嗯 制作上叫补拍嘛 那他现在就是用微调 那首先是现在可以立即的应用是这个技术这样 那这个部分就是刚才广老师特别提 那个就直接的取代 嗯 你以前是找我来补拍 啊补拍一次又有补拍的费用 对 啊现在在你的电脑里面 用那个调的方式把它调成你要的样子 嗯 好那这个是现在业界已经正在做的事情 那 工会也就这个部分其实都有 有有有有 也意识到也在争取这样 嗯 不过这 那谈起来应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吧 那个技术一定是越来越强嘛 嗯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整个 AI或者是这些所谓动画的发展 也很多传统的这些 嗯 工作很多的这些 特别是技术人员 他已经越来越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对 那那怎么办 就是呃 这些演绎的人员 或者是不管是 特别的是这种技术人员 他如何去因应这种冲击 呃 当然 就增强自己更 更不可被取代性吗 一种说法就是 我就变得自己更厉害不被取代 有一种比较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知道有一种比较快乐的方式 说你要有一个 就工人团结起来 好了 那不过现在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 如果借这个机会谈一下 工会的特殊性这样 嗯 嗯 以我们现在知道的 美国工会为例的话 他的特殊性是他掌握了 这一个生产技术最核心的部分 嗯 就是资方他其实没有生产的技术 嗯 对 关于表演谁会表演 嗯 然后演员会表演 嗯 然后当我们听到这个说法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那那 呃好像天经地义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去横向的对比像是 如果你在银行上班 嗯 那谁会知道操作那一些 比如说各种各种 各种财经工具的各种技术 那可能不是每个工作者啊 那个技术都在公司里面 你要上班你要用那个技术 你还得用公司电脑这样 嗯 那他所以他这边出现一个重要的差别是 工会他其实同时间掌握了 技术细节 嗯 那所以这一次 呃我的判断是 这一次 为什么闹到这么大 就是那个技术细节 被资方找到一个先的方式可以破解 就是用AI的方式 把你会编剧的智慧 把你会表演的智慧 对我们用AI把它存成资料库 然后之后我还可以复制再调整 那这是我觉得AI对人类最大的威胁 已经在不同领域都有被谈 呃 如果快转我们要讲说 那做为一个工作者可以怎么办 呃 目前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说法是 AI它可以 它可以就已经有的资料在做 编排跟生成 可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全新的 没有被做过的东西这样 什么叫没有被做过的东西 就是人的脑袋很复杂可以思考 那表演的本身 在那个表演的当下 呃对导演的要求 对剧本的要求 它可以试各种可能性的这个事情 那个是 表演者它的功力跟根底 那 呃AI这个事情它会复制过去曾经流行的 如果被普遍接受的东西 它可以被做这个事情 它按你的指令去做 可它能不能 创新的去想说 我做一个没有过去没有表演过的东西 就是创造性的差别 对 所以在那个拍摄的现场 其实我们看到演员跟导演是一个 它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好就是演员他会要求说 导演我想试试看这个 这个做法 这个演法 对你看好不好这样 对 那这个东西就完全交给制作方做 那制作方就是 哈哈 他可能他想的首先不是 创造这个事情 他想的是 完成这件事情 对完成之后有没有效率 那市场会不会买单 然后我们过去已经知道 特别是表演或是所谓的文艺的创作 你每次都讨好市场 我们 大部分的说法是 讨好市场的作品 不会是高明的作品这样 即便他确实市场反应也好 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不高明这样 那真的被高明 被认为是高明的 跟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他很多时候他划重 他没办法划重取从 那像这一个部分 所谓真正叫创作的灵光 或是创作者的那一个精神 这个大概都还在工作者身上 不管是编剧还是演员身上 所以还在那个实际的人的脑袋里面 对对对 他的生活经验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部分 那当然就回到个别的所谓的 演艺工作的各种技术细节 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我刚才要谈的是 工会的本身 他对那个专业技术是很有自信的 然后他很小心地保护这样的技术 然后他也可以决定技术规格 所以他不会只有谈说 我因为工人都是我的 所以我跟你谈 我跟你谈那个分顺多少 我跟你谈工时多少 其实他能够真的很可以谈的是 因为他真的掌握了技术的 专业的那个部分 他掌握在工人手里这样 所以你觉得这些 短期内这些专业的技术 是不会被这些数位技术给取代 我觉得他会被推进 然后有一些比较 我们会讲说 有一些比较简单可以复制的东西 就比如说 好我们这样讲 那个像大伟卢曼好了 大伟卢曼他在台湾的上映的时候 我们会说他里面很多笑料 是网路上的笑料这样 那我们会说这个剧本呢 在今天来看的话 如果要收集网路上的笑料 生成一个都是笑料的剧本 然后这些笑料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连续性 没有什么逻辑合理性 他只是要让你看见笑料 的这种做法 那机器他很快 对 他可以一瞬间帮你生成一大堆 就十几套剧本 你就怎么拍拍不完这样 这种 我想是机器他 如果当我们要讲说取代的话 他就取代 可是当我们要讲说 最早我在我之前的那个评论里面 写的是 我们如果回想我们看过那些 所谓的经典的作品 然后那些你在看到那个作品的时候 震撼的那个状态 作为一个观众 你可以体会到那个震撼 那个部分都是他对 既有作品的各种否定 就是对既有的 就挑战 对挑战原来的做法 所以他很批判 他的批判不是批判所谓的 比如说商业的系统而已 他是批判过去的做法 那这种 我们要说让机器去批判他自己 目前他大概 他会知道说我做的不要跟过去一样 机器他可以 你可以指定说 你不要让你的这个剧本 跟过去有重复的部分 他很不会有对话 不会对 他没办法跟人性对话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对 那我觉得这还是创作最可贵的部分 那我觉得机器的出现 会把整个创作的过程 往这个方向推这样 然后那一个 我们是要复制 大家都知道的笑话 就是笑话的大吉井的这种 我这种作品还是会看到 可是应该是机器 会在这个上面做 有更多贡献这样 对 所以创作就往那一个 真的叫做创作的部分去走这样 对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 好莱坞的这些资方会妥协吗 资方 目前 WG他们 他们大概在 上礼拜 好莱坞资方他们已经 释出善意 就他们的号称 就是公关上面说 跟编剧工会已经 我们已经接近快要谈完 包括那个所谓的AI 那个领眼的肖像的授权 演员的部分还没有谈 但是也是在这边在谈 对对他们有在谈 演员的部分是 好莱坞他的讲法就是 我本来就没有要取代你这样 我如果有用我都会付你钱 那演员这边的谈法是 我怕你乱用这样 然后目前还没有一个交集 编剧工会这边是已经有谈到就是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AI的生成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算编剧的工作这样 这个有一个新的进展 那编剧工会现在的回应是 也说有一个很大的进展了 不过还没有谈到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样 对 那不过我们确实可以讲说 这个过程 就工会的方向来看的话 他大概都还是一个往前 如果我们很在乎说 AI会不会取代人的工作这个事情 他的做法并不是说我把AI隔开啊 就是你不准用这样 大概没有可能回到那个状态这样 对所以他会成为一个 就算工会他也承认了一个工具 对那所以我们在承认它是个工具的状态 下面要 我们要到最后还是工会还是 跟那个资方讲说 我们怎么去谈那一个被创造出来价值的 分润的结果这样 那串流平台 应该是最难谈的吧 那串流平台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是 就是他Netflix他们有被 有愿意 就他有他公开讲法是 我有愿意让你调到那一个 叫做重印的资料这样 所以在有资料的前提上面 我们才能够往下谈这样 对否则确实刚才管老师也提 Netflix如果连这个部分都拒绝 他在美国的制作会出问题 然后他大概已经马上看到是 他的制作案在演员跟编剧的罢工上面 他都继续不下去了 对所以他也没办法在上面再有坚持这样 这的确是一个 我觉得不是一个劳工的力量的展现 他事实上也是回到一个人类创作上面 不管是一个精致文化 或者是大众文化当中一个创作 有没有去或者是有没有不断的更新 有没有对人类或者人性一种启发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今天非常谢谢石剑老师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让我们对这样一个罢工的事情 有比较多的这些了解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谢谢大家